長大想要上場踢足球 從小開始玩足球 肢體協調 平衡感訓練 接球 等小小孩暖身完畢 接著就要熟悉場上規則 這個足球運動呢 我們發現可以提升小朋友的專注力 因為在整個過程中呢 他需要全神貫注 遠觀四面而拼八方 然後呢除了提升專注力之外呢 也可以加強小朋友 他在團隊合作的互動上面的人際關係互動 所以呢我們暖西便利幼兒園 很希望呢就是 家長也可以一起跟我們參與 重頭戲來了 要怎麼樣把足球操控自如射門成功呢 跟著教練練習腳尖踢球 腳內側踢球 鞋帶 側邊這裡 腳背 就是要好玩 激發小小孩的學習動機 很開心今天來到暖西國小 好舉辦 跟暖西菲尼幼兒園的足球親子活動 也感謝美露 然後提供小孩子好喝的飲品 然後讓小朋友在運動之旅可以補充充沛的體力 然後很開心這次來到這裡帶大家一起體驗足球的魅力 今天開心嗎 開心 今天來這裡學到什麼 踢足球 有很開心嗎 有 開心 培養小小孩的專注力 團結力 透過足球趣味運動 也拉近了親子關係 好玩 下次還要再來踢足球 耶 記者蔡小君來米奇採訪報導 5 7 9 10 10 9 9 谢谢大家